嗨,大家好,我是电力哥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让你的模拟人生4的这个高中时代资料片 变得非常的热闹非凡,丰富多彩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需要这个Nexus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Nexus Mod是一个专门下载Mod的网站 那模拟人生4在上面有它的分区 我们呢,要上这个Nexus 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要注册一下的 我们要搜索这个 high school more classmates 直接搜就可以 点进来以后 我们,如果大家英语好的话 可以读一下下面的这个说明 我也会提到一些,但是我不会全部讲到 有一些额外功能可能大家要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这个menu download 下载 下载以后呢,就很容易就是解压 解压之后我们会得到这么一个文件夹 那注意的话,我们是把这个文件夹 也就是说包含了这两个package和script和tsscript外面的这个文件夹 把它拷贝 然后打开你的这个我的文档 然后,Electronic Arts The Sims 4 然后Mods 如果你没有Mods Mods文件的话就要创建一个这个Mods 然后把它直接粘贴进去,就OK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打开游戏 打开游戏之后找到选项 游戏选项 其他 然后在自定义内容里面启用这个自定义内容与模组 允许脚本模组 然后看一下自定义内容里面是不是有刚才下的这个high school more students 有的话就OK了 然后我们,它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会提示你要重启游戏 这样的话你要重启一下 我们直接点进去 我告诉大家如何设置这个Mod OK 那么关于如何制作这个Mod 如何使用这个Mod 其实就是你首先要找到一个信箱 任何信箱都行 你甚至在那个高中的地块上建一个邮箱都行 然后找到邮箱点这个high school students 里面呢有三个选项 我们先不用管这个remove 我们先看到高中生 我的世界里默认差不多只有12个高中生 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那么这个Mod 相当于是允许了这个地段上最多有100名 但是作者并不推荐 作者推荐是低于50名 并且大家知道这个教室的位置呢 也是有限定的 不过我们等会会讲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看到高中生这里 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给每个班级分配什么 那么班级一就是你自己的班级 班级二就是所有你没有指定的 没有指定去哪个班级的学生 班级三班级四是你可以自己额外建两个教室 指定另外两个班级 如果你没有建的话 那么这两个就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2个人 我想在这个一班里面加很多很多人 那么我就可以点击这个加号 这个加号呢就会显示现在所有不在一班的青少年 这个的话他只会显示青少年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事情 当你在放这个无论是一班啊 还是在别的除了这个上面的faculty是这个教学 是教学人员啊 不是学生 反正高中生这里你不用担心说这些人是不是合适年龄 他都帮你过滤好了 那么我们往一班里面加 然后所有没有加到一班里的人 但是加到了高中里的学生呢就都会在这个二班里面 然后呢同样的老师也一样 比如说你可以分配这个食堂人员 可以往食堂里面加人 然后这个remove就是你要把谁给清除出去 就是从这个高中里面清除出去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设计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进这个高中 因为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OK 我们到了高中以后呢需要确定两件事情 一比如说我这边大概分配了的人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概都站在这里 现在刚放学以后 然后这边的人 比如说这个教室就是二班教室 这个教室就是我们主角上的 你的主控小人上的这个一班教室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是 他可能会出现bug 就是说你的这个人 你的这个老师啊 他可能会被取消分配 所以这种时候呢 你要像刚才那样在那个邮箱那里 去重新分配一下老师 他所有的老师会自动的被取消分配 分配一下一二班老师 你就是比如说一班分配两个人 他就是第一节课是这个人 第二节课是那个人 然后二班分配两个人 就第一节课那个人 第二节课这个人 这就是默认的两个教室 然后呢你当然这个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你直接用建造模式去多建一些椅子 我这边每个建了15个椅子 改了一下布局 那比如说有的朋友说 那那个三四班怎么办 我想额外加两个班 其实也很容易 你只需要多建两个黑板 我们找到下面的高中物品 然后这边 比如说你随便拖一个房间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随便在这里 随便在这里拖一个房间 然后你就随便的放这么一个黑板 然后你切到实时模式 把这个黑板assign to class 3 这样子 一assign 然后这个房间 你一样你可以自己建这些 捉捉蚁蚁啊 然后他就是这个第三教室了 同样的这些分配学生什么 都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这样的你的高中就会非常非常的热闹 不过呢 作者还是推荐你将人数限制在50人以下 因为据他的测试 50人以上出现了严重的性能问题 不过如果你的电脑配置够高 你也可以试着突破这个上限 看看到底 大概到多少你的电脑能承受的那么一个界限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MOD问题 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MOD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能解答的话我就会给大家解答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这个问题 但如果我实在不知道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以后的MOD推荐再见吧 拜拜